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其实我是用了快捷键盘啊 就在我屏幕左上角这个白白的这个就是我使用的键盘 它是toolbox 其实呢我建议每一个画到一定程度的同学呢都去配一个快捷键盘 特别是你感觉到有瓶颈的时候感觉自己效率不太高的时候 那就说明你可能需要一块 很多同学啊都会觉得你为什么要用快捷键盘呢 特别是ipad上你也配快键盘 有什么必要呢手势不好用吗键盘不好用吗 好用 但是呢我认为作为一个专业选手的话 等你到了一个级别或者说等你画到一定程度以后呢 你就会对硬件开始有更高的需求 那就像F1赛车你普通人开车的话 什么车都是买赛车嘛 但是你如果上升到专业的车手 你每一次换挡的速度 你每一次油门响应会比别人快那么零点几秒 都是你自身的关键 其实像这种极限的成绩啊 都是靠极限的去压榨硬件性能来提升的 像我现在习惯了使用快捷键盘以后 我明显感觉到我画画的效率会比之前要提高个至少30% 因为按键更加快捷更加简单 不需要我动脑子去记 以后呢 我会用更多的精力去集中在画面上面 不用去考虑其他的问题 这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啊 我也不是说推荐大家去买这个Toolbox 这个键盘实在是有点太贵了 随便什么快捷键盘都可以 有线的无线的 大家都可以去试一下 只要是适合你的就可以 蓝天一碧同学说 老师在脸上用了红绿蓝的色块取色有什么讲究吗 看起来完全不冲突 好厉害 那他说的是我这副色彩练习 其实啊 原理很简单 只是我使用了差不多的明度 但是呢 色相是截然相反 所以导致你看上去会感觉很隔斜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素描结构没问题 它的素描逻辑是通的 只是变了一下色相而已 而且这个色相也并不是说完全硬搭上去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绿色是它的环境色 衬到它脸色 所以不会显得很充足 大概的原理呢 其实我在这一期的视频都已经跟大家简单都说过了 可以去看一看 熊本梁洪同学说 老师千万别删视频 我要天天看 那今天的视频你看了吗 大家帮我监督他一下 这个 说到就要做到 弹幕里面要打出来 阿熊今天的视频你看了吗 FCODOT 他说刚使用Procreate一个月 真的很焦虑 大家画的都太好了 而且油画科等下个学期才能更缺 现在我自己也不知道该干啥了 迷茫的大一新生一枚呀 大一新生 当然迷茫了 我当年也迷茫了 不迷茫的还是大一吗 不迷茫那还是青春吗 其实就是不用去太担心这些东西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题 然后每个时代的人呢 也会有每个时代人的优势 不要去担心你未来的东西 只要眼睛要看在当下 把目前的事情做好 以后自然就会好了 你如果把这个目光放得太远的 一直在担心以后的事情 会导致你现在的焦虑 会影响你现在的问题 如果你现在做的不够好 那你未来肯定不够好 像我现在就已经不焦虑了 不是说我画的足够好了 所以我不焦虑了 有一句话叫做四十不惑 当然我没有到四十岁 但是我现在已经开始理解四十不惑了 我现在就不破 并不是说我什么都懂 而是我不懂 我不在乎了 我不care了 不懂又能怎样 那就不懂嘛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赛道 我不懂你的赛道 很正常 你不懂我的赛道 也很正常 年轻人的焦虑 在于没有社会经验 再加上对自己的赛道 飘忽不定 就算选定了赛道 赛道因为技术不行 赶不上专业成绩 但是你放心 绘画是一个已经有几千年历史的一个专业学科 你只要通过系统的学习 每个人都可以学会画画 画的跟我一样 超过我都很简单 我再说点具体的方法好了 如果你是一个美术生 新生 不知道该干什么 你就画数写 随时随地画数写 准备一个数写本随身带着 没事就拿出来 画画你所看到的东西 去写身 不要深入的作画 就是画数写 练大概的形体 练抓形 每副数写的时间 不要超过十分钟 每画完十个数写本 你的数描能力 你的这个绘画能力 就会往上进一个台阶 没这么好焦虑的 你已经比那些 为了杀时间而去玩游戏的 同龄人强很多了 OK那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呢 就给我点个赞 三个连 这样子算法 就会把我的视频 推荐给更多的人 这样呢 我就会给大家带来 更多更好的绘画节目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